春秋繁露,寻天之道,寻天之道已养其身,未知道也。天有两和,已成二中,岁立其中,用之无穷,是北方之中用和阴,而物始动于下,南方之中用和阳,而养始美于上。 其动于下者,不得东方之和不能生,中春是也,其养于上者,不得西方之和不能成,中秋是也。然则,天地之美恶在。 两和之处,二中之所来归,而遂其为也。 事故东方生而西方成,东方和生,北方之所起,西方和成,南方之所养长,起之,不至于和之所不能生,养长之,不至于和之所不能成,成于和,生必和也,始于终,止必终也,终者,天地之所终始也,而和者,天地之所生成也。 夫得莫大于和,而道莫正于忠,忠者,天地之美,达礼也,圣人之所保守也,诗云,不刚不柔,不正悠悠。 此非中和之未语,事故能以中和理天下者,其得大圣,能以中和养其身者,其受即命。 男女之法,法阴与阳,阳气起于北方,至南方而胜,盛极而和乎阴,阴气起乎中下,至中东而胜,盛极而和乎阳,不成不和。 事故十月而依据盛,终岁而乃在和,天地久结,以此为常,事故先法之内矣,养身以权。 事男子不兼母,不家世,因不及盛,不相接,事故身,精明难衰而兼顾,受考无推,此天地之道也。 天气先圣母而后诗经,故其经故,地气圣聘而后化,故其化粮。 事故阴阳之会,东和北方,而物动于下,下和南方,而物动于上,上下之大洞,皆在日治之后,为寒,则凝在列地,为热, 则焦沙烂时,气之经之于事。 故天地之化,春气生,而百物皆出,下气养,而百物皆长,秋气沙,而百物皆死,东气收,而百物皆藏。 事故为天地之气而经,出入无形,而物莫不应,时之至也。 君子法乎其所贵,天地之阴阳当男。 女,人之男女当阴阳,阴阳亦可以为男女,男女亦可以为阴阳。 天地之经,至东方之中,而所生大阳,至西方之中,而所养大成,一岁四起,夜而必于中,中之所为,而必,就于何,故曰何其要也。 何者,天之正也,阴阳之平也,其气最良,物之所生也,成则其何者,以为大得天地之凤也。 天地之道,虽有不何者,必归之于何,而所为有功,虽有不忠者,必止之于忠,而所为不失。 事故阳之行,始于北方之中,而止于南方之中,阴之行,始于南方之中,而止于北方之中。 阴阳之道不同,至于圣,而皆止于忠,其所时起,皆必于忠,忠者,天地之太极也,日月之所至而阙也,长短之龙,不得过忠。 天地之志也,兼何与不合,忠与不忠,而实用之,尽以为功,事故时无不实者,天地之道也。 顺天之道,节者,天之志也,养者,天之宽也,阴者,天之极也,忠者,天之极也,忠者,天之用也,何者,天之功也,举天地之道,而美于何,事故物生皆贵气而营养之。 孟子曰,我赡养无极然之气者也,未行必忠礼,而心自喜,常以养得生其意也。 公孙之养气曰,礼藏太时则气不通,太虚则气不足,热胜则气,寒胜则气,太劳则气不入,太义则气宛至,怒则气高,喜则气散,忧则气狂,聚则气舍,凡此时者,气之害也,而皆生于不中和。 顾君子怒则反忠,而自说以和,喜则反忠,而收之以正,忧则反忠,而疏之以意,聚则反忠,而识之以惊。 夫中何之不可不反如此? 顾君子道志气则华而上,凡气从心,心,气之君也,何为而气不随也,是以天下之道者,皆言内心其本也。 顾仁仁之所以多受者,外无贪而内清净,心和平而不失中正,取天地之美,以养其身,是其且多且智。 贺之所以受者,无挽气于中,是顾时在,缘之所以受者,好饮其末,是顾气四月。 天气长下施于地,是顾道者亦饮气于足,天之气常动而不至,是顾道者亦不挽气。 苟不挚,虽满不虚,是顾君子养而合之,节而法之,去其群态,取其众和,高抬多阳,广是多阴,远天地之和也,故圣人扶为,是中而以以。 法人八尺,四尺,其中也,公者,中央之因也,甘者,中央之位也,四尺者,中央之智也,是顾三王之礼,未皆上甘,生皆上合,处其身,所以常自鉴于天地之道,其道同类,一气之变也,法天者,乃法人之变。 天之道,向秋冬而阴来,向春夏而阴去,是顾骨之人,双将而阴女,在盼而沙内,与阴俱进,与阳俱原也。 天地之气,不至城满,不交阴阳,是顾君子甚爱气,而由于房,以体天也。 气不伤于以圣通,而伤于不识天并,不与阴阳俱往来,为之不识,自其欲而不顾天数,为之天并。 君子至身不敢为天,是顾心母时日,而亦犹于房,终年者被心母,始衰者被终年,终衰者被始衰,大衰者以月当心母之日,而尚与天地同结矣,此其大略也。 然而,其要皆其余不及圣不相遇,书春而旷下,为不远天地之树,明皆之爱其衣食,而不爱其天气,天气之余人,重于衣食,衣食尽,尚有有闲,气尽而立重。 故养生之大者,乃在爱其,气从神而成,神从义而出,心之所知为义,义劳者神扰,神扰者气少,气少者难久矣,故君子贤欲止恶以平矣,平矣以敬神,敬神以养气,气多而至,则养生之大者得矣。 古之道士有言曰,将欲无灵,固守亦得。 此言神无离行,而气多内冲,而忍饥寒也。 何乐者,生之外太也,精神者,生之内冲也,外太不弱内冲,而况外伤乎。 奋须忧恨者,生之伤也,何说劝善者,生之阳也,君子甚小物,而无大败也,行中正,生相容,气易和平,居处于乐, 可谓养生矣。 凡养生者,莫经于气,事故春喜葛,下居密阴,秋必杀风,冬必众落,旧其河也,一欲长飘,时欲长鸡,体欲长劳,而无常一居多也。 凡天地之物,成于其太而生,焰于其圣而死,似使之便是也。 故东之水气,东家于春而木生,成其太也,春之生,西至金而死,焰于圣也,生于木者,至金而死,生于金者,至火而死,春之所生,而不得过秋,秋之所生,不得过夏,天之树也。 饮食臭味,美之一食,亦有所胜,有所不胜,之礼不可不察也。 四食不同气,气各有所宜,宜之所在,其物代美,是代美,而代养之,同时美者砸食之,是皆其所宜也。 故祭以东美,而土以夏成,此可以见东夏之所宜福以。 东,水气也,祭,甘味也,成于水气而美者,甘胜寒也,祭之为炎祭予,己,大水也,夏,火气也,土,苦味也,成于火气而成者,苦胜鼠也。 天无所言,而亦以物,物不与群物同时而生死者,必申察之,是天之所以,告人也。 故祭成告之干,图成告之苦也,君子察物,而成告谨,是以至既不可食之时,而尽远干物,至图成就也。 天所独代之成者,君子独代之,是东夏之所宜也。 春秋杂物其合,而东夏代福其宜,则当得天地之美,似是何以。 凡则美之大体,各因其时之所美,而为天不原以。 是故当百物大生之时,群物皆生,而此物独死,可食者,告其未知便于人也,其不可食者,告杀会除害之不代秋也,当物之大哭之时,群物皆死,如此物独生,其可食者,亦食之,天为之利人,独代生之,其不可食,亦处之,天闽周华之间,故生素脉, 中岁而熟之,君子察物之意,以求天意,大可见矣。 是故男女体其胜,臭味取其胜,居处就其合,劳逸居其中,寒暖无失事,饥饱无过平,欲恶夺理,动静顺性,喜怒止于忠,幽惧反之正,此中何常在乎其身,为之得天地态, 得天地态者,其受隐而长,不得天地态者,其受伤而短,短长之志,人之所由受于天也,是故受有短长,养有得失,即至其莫知,大足而必愁于此,莫知得离,故受之为言由愁也,天下之人虽众,不得不各愁其所生,而受邀于其所自行,自行可久之道者,其受愁于久,自行不可久之道者, 其受愁愁于不久,久与不久之情,各愁其生平,之所行,今如厚止,不可得胜,故曰,受者,愁也 然则人之所自行,乃与受邀相义损也,其自行义,而受长者,命义之也,其自行端,而受短者,命损之也,以天命之所损义,疑人之所得失,此大祸也 事故天长之,而人伤之者,其长损,天短之,而人养之者,其短义,夫损义者皆仁,人其天之寄予,出其至而人伏寄,其独立哉 作词 作曲 制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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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